闺女,这才不到俩月,你都中毒两次了,你就不怀疑点啥。 2015年,吉林省前安县的农妇于婷因为身体不适便回到了自己养家养病。 父亲在得知闺女是农药中毒之后,就一直怀疑是女婿干的。 对于父亲老于的怀疑,于婷完全不以为意。 他反驳说,啊,我可是他儿子的母亲,他怎么可能害我呢? 就是前段时间啊,我们整天打农药,可能是粘到身上或者手上给吃进去了,这不很正常吗? 这一次,我估计也是上次中毒没好彻底。 女儿让父亲不要多想,老于便没有再提起这事。 哪知女儿回了婆家,仅仅三个月后便突然暴病身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于婷在娘家休养了半个月,因为放不下自己的儿子便回了婆家。 而老于两口子在女儿走了之后便也去了外地的儿子家。 谁曾想,在一天半夜,他突然接到女婿鸾一宝的电话。 女婿在电话里慌慌张张地说,他们的女儿生了重病,他正在给她往医院送呢。 老于嘱咐他要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不要怕花钱。 随后,老于和妻子便立刻往前安赶。 但他们是在很远的外地,等到了家之后,已经过去了三天。 我女儿呢,她怎么样了? 你能回来得太晚了,她已经死了,下葬了。 老于没想到女儿刚死,他们都还没有看一眼,既然就被女婿急匆匆地给下葬了。 联想到女儿两次莫名其妙的中毒,老于对女儿的死也不禁是很怀疑。 但他又没有证据,而且于婷已经下葬了,他也不想打扰女儿的安宁。 老两口只能整天在家中哀声叹气,以泪洗念。 于婷去世刚一周,这一天,老于家里来了两个人,他们进门就说, 您好,您是于婷的父母吗? 我们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理赔员,于婷生前曾在我们公司买过两番意外险,保险额度有四十万。 理赔员的话让老于夫妻很是意外,老于纳闷地说, 我女儿说女婿总是到外边儿暖花钱,家里穷的都揭不开锅了,还得靠我们经常地接济一下。 她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保险啊? 而且她向来是有事都会告诉我们的,怎么买保险这事也没跟我们说呀。 就在老于纳闷之时,理赔员的一句话却让她立刻报了警。 我们就是来跟您确认一下,作为于女士的父母,你们有权继承她的遗产, 但这两份保单的受益人都是你们的女婿软一保的。 两次中毒,意外暴毙,匆忙下葬,高额意外保险,而且受益人还是女婿。 将这些事情连起来一想,老于立刻意识到这里边有问题,当即便急匆匆来到前安县派出所去报案。 见到民警,老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起来。 警察通知,我女儿才三十五岁,她身体健康,已知没有什么毛病, 可是三个月前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两次农药中毒。 前段时间我们去外地,我女婿前人告诉我们, 我女儿死了,还被她下葬了。 警察通知,我女儿死因可疑啊,我怀疑是女婿软一保把她堵死的。 民警听了,也觉得婆家下葬如此匆忙,甚至连女方的父母都不让见,确实可疑。 但法律是讲究证据的,只能严肃地告诉她说, 你女儿的死因听上去确实可疑,但断案需要证据,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这样我们也好立案调查,也有个方向。 警察要证据?老鱼想了想说, 我女儿前两次中毒,我也陪着去了医院, 那医生的诊顿报告算不算证据啊。 还有,我女儿去世才刚刚一周,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就来了, 说我女儿生前买了两份高额的意外保险, 受益人都是我女婿,这算不算证据啊? 警察一听死者还有高额的意外险,表情也就立刻凝重了起来。 结合老鱼所说的种种, 于婷的死因也确实太过可疑了。 安抚助老鱼,警方便开始就此案展开了调查, 先是拿到了老鱼所说的那两份意外保险单, 经过笔记研究确认, 发现保单上的签名根本是伪造的。 这就证明, 即便是于婷自己很可能也不知道这两份保单的存在, 这就是为骗保而故意购买的。 在老鱼的带领下, 警方又在于婷就诊的医院拿到了她的病例和诊断证明。 医疗记录显示, 于婷确实是因为农药克百威重不入院。 克百威是一种杀虫农药, 水溶性高, 致死率高。 证据越来越指向于婷的丈夫卵一宝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一念派人监视卵一宝, 一面进行秘密侦查。 经过警方的走访, 发现鸾一宝与于婷虽然结婚十多年, 还有个儿子, 但两人的关系却非常紧张, 他们时常吵架。 而鸾一宝虽然身为人民教师, 却有赌博的恶习, 听说还在外边欠了不少的赌债。 有村民反映, 已经多次见过债主上门跟他要钱了。 已经有多重证据指向鸾一宝, 那于婷究竟是不是鸾一宝所杀呢? 只要开关验尸便能得到达。 2015年9月22日, 经过老于夫妻的同意, 警方对于婷进行了开关验尸。 法医提取了死者的胃溶物和肝脏样本, 通过医疗检测查出了农药的成分。 这也就是说, 于婷确实是被人用克百威农药毒死的。 4月15日, 鸾一宝给于婷买了保险。 4月27日, 于婷就开始陆续中毒, 才刚三个月就中毒暴毙。 一斗丛生, 证据确凿, 警方很快就提审了 鸾一宝。 刚开始, 他是死不承认, 但有诸多疑点他根本解释不清, 尤其是保单上的伪造签名和受益人。 最后他只能硬着头皮承认, 就是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 根据鸾一宝交代, 他是2015年4月10号和15号 偷偷给妻子投的保险。 算算保险开始生效以后, 便开始着手行动了。 妻子命大, 一共投毒三次, 才总算把他毒死。 他在镇上买了剧毒农药克百威, 4月27日, 于婷煮了方便面, 他在妻子到厨房之际, 便偷偷将农药倒进了他的碗里。 因为方便面的汤比较浓, 于婷也没有感觉出异常, 但吃完面没一会儿, 他就中毒倒地, 在地上抽搐呕吐。 为了摆脱自己的嫌疑, 鸾一宝特地磨蹭了很久, 才装模作样地带着妻子去了前安医院, 还给自己的岳父打了电话。 本来他以为拖了这么久, 肯定到医院没一会儿, 于婷就会死了。 哪知经过医生的一分抢救, 于婷竟用好端端地活了过来。 一次不成功, 这鸾一宝是不死心, 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恰好自从上次中毒以后, 于婷便落下个失眠的毛病。 鸾一宝假装关心妻子, 给他买来了治疗失眠的安神中药, 每晚就烫了药给他喝, 把于婷还感动得不行。 到了五月底, 眼看妻子毫无疑心, 他在一次烫药后, 便将农药放进了药碗里。 为了保证药效, 他还特地多放了一点。 于是于婷又堵发了, 鸾一宝又是顾忌重施, 磨磨蹭蹭一番, 才给自己岳父打了电话, 还说他是上次中毒没有根除。 为了治好女儿, 老于坚决要求去大医院, 结果大医院的医疗条件好, 一番抢救, 于婷竟然又活了下来。 这可把鸾一宝气坏了。 中毒后的于婷身体虚弱, 他回了娘家养身体, 后来想儿子又回到了婆家, 他的父母也去到了外地的儿子家。 眼看岳父母去了外地, 这一回可不会半路杀出成咬金了, 鸾一宝便又开始了计划。 8月18日晚上, 他们12岁的儿子正在屋中写作业, 鸾一宝又在汤药里混入了更大量的农药, 然后端给于婷喝。 这一次因为药量太大, 没几分钟于婷就口吐白沫, 躺在地上抽搐个不停。 他们的儿子眼看着妈妈躺倒在地, 急得大哭起来。 可鸾一宝依然是磨磨蹭蹭, 等到于婷出家门时就已经断气了。 鸾一宝又给岳父打去电话, 然后迅速给妻子办了丧事。 事情到这里本该结束了, 鸾一宝骗保杀妻证据确凿, 提交法院判刑就可以了。 这天, 警方到鸾一宝家中去走访, 现在他们家只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也是着实可怜。 哪只孩子见到民警来, 却哭着说, 我们家的人都得的是同一种病, 妈妈是这样, 奶奶也是这样。 小孩眼泪汪汪, 可民警却一下子愣住来, 他们都得的是同一种病, 难道说孩子的爷爷奶奶, 也是鸾一宝毒死的吗? 这难道还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为了弄清楚情况, 民警在向孩子询问过情况后, 又开始对鸾一宝的父母展开了调查。 这一查之下, 竟然发现鸾一宝已经领过两笔意外保险赔偿金了。 2008年, 鸾一宝的父亲购买了两份人身意外保险, 受益人都是鸾一宝。 而通过警方调查, 鸾一宝的父亲是死于脑洞脉瘤, 在2014年的时候医治无效死亡, 这个有医院的病案和死亡证明。 最后鸾一宝得到了四万元的赔偿金。 父亲是病死的, 那他的母亲呢? 警方为此再一次开关验尸, 这一次同样的, 在死者的肝脏里发现了农药的成分, 居然也是被毒死的。 母亲死后半个月, 她就以受益人的身份, 从保险公司获得了10万零2856元的赔偿。 面对警方的尸检报告, 鸾一宝无可抵赖, 又交代了自己弑母的经过和原因。 鸾一宝之所以会如此疯狂, 都是因为赌博。 1980年, 鸾一宝出生于吉林省前安县, 父母都是农民, 在那个崇尚多子多福的年代, 他却是家中的独生子, 因此受尽了万千的宠爱。 一路顺风顺水, 90年代, 中专生还很吃香, 鸾一宝就顺利考上了一个中专, 毕业后打了一圈工, 后来就在当地的一所小学, 当起了语文老师。 自己有正式工作, 父母又倾尽全力给他盖了新房。 2002年, 他与邻村的于婷通过相亲认识, 两人彼此中意, 便很快结婚生子。 父母疼爱, 妻子又能干贤惠, 工作又清风自由, 鸾一宝这一生, 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因为太过于清闲自在, 他很快就厌倦了这种 一成不变的生活。 后来他结交了几个朋友, 没事就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把每个月挣的钱都花个精光。 因为家里有父母和妻子顶着, 他也完全不担心。 有一天, 鸾一宝在喝酒时跟朋友抱怨 自己的生活太无聊, 朋友一听, 立刻告诉他 有一个地方是又刺激又好玩。 就这样, 鸾一宝跟着朋友 走上了赌博的道路。 赌博这种事, 就是赢了还想赢, 输了想翻本, 最后是一条道了走到黑。 沾上赌博没多久, 鸾一宝就开始输钱欠账, 他不服气, 就接着读, 然后就越赌, 欠钱越多。 因为每天夜里赌博到半夜, 不但妻子于婷开始跟他吵架, 学校里的领导 也开始频繁找他谈话。 因为他不但讲课浮衍, 还总在学生面前 传播不良思想, 备课也是备得稀赖, 有时候讲着讲着, 竟然就让学生们自习, 他坐着打盹。 这样的行为被校长逮到几次后, 便把他开除了, 于是他便失业了。 失业之后, 鸾一宝更疯狂地希望能够通过赌博来挣钱, 可结局可想而知, 他欠了更多的债, 每天都被债主围追赌监。 就在鸾一宝的日子快过不下去时, 家里却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一下子就解决了他的危机。 2014年, 父亲老鸾病倒了, 医生诊断为脑洞脉瘤。 在去世之前, 老鸾拿出保险单, 交代儿子自己死后, 他能去保险公司领取一笔钱。 鸾一宝将信将疑, 拿着保单来到保险公司, 竟然真的获得了四万元的赔偿。 有了这四万块, 他不但还清了赌占, 腰棚会友的吃喝玩乐, 竟然还去喜狱中心找小姐谈情说爱, 给人家买手机买衣服。 这一通的挥霍, 钱很快就花完了, 再加上赌博, 他的日子又艰难了起来。 实在没办法, 他就想妻子要钱, 结果夫妻大吵了一架, 于婷说自己养儿子就够累的了, 难道还要养他一个大男人吗? 而鸾一宝的母亲呢? 多年来, 他一直省吃俭用, 四处打零工, 老两口都是贴博儿子。 现在老伴死了, 他身体又差, 哪里还有钱来给儿子呢? 鸾一宝见母亲给不了他钱, 还要天天吃药花钱, 便想起父亲买的保险, 决定除掉母亲再去领一笔钱。 2015年3月24日早上, 大家都在吃早餐, 鸾一宝找了的借口, 把妻儿都支了出去, 便特别体贴孝顺地 给他母亲端上了一碗粥, 在粥里, 他放了农药克百威。 鸾母看着儿子给自己端粥, 感动得老泪纵横, 他怎么也想不到, 粥才刚喝完, 肚子就像刀脚一样疼, 躺在地上, 头吐白沫, 抽搐了起来。 此时鸾一宝的儿子回来, 便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他着急地叫着奶奶, 而鸾一宝, 也仿佛才想起来一样, 背着母亲便往医院跑。 这结局自然是还没到医院, 鸾母便死了。 鸾一宝又急匆匆地 给鸾母办了丧事, 然后去保险公司要求赔偿, 没想到这一次 竟然获得了十万元的赔偿金。 这十万多的赔偿金 令鸾一宝大手鼓舞, 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 吃喝嫖煮, 大肆挥霍, 加上还要还以前的旧账, 钱自然很快是又见了底。 眼看着骗宝如此容易, 他又将主意 打到了妻儿的身上, 只是没想到 赔偿金还没拿到, 他便被抓了起来。 到底是怎样 丧心病狂的一个人, 为了填埋自己的欲望, 竟然杀妻弑母, 连儿子都在计划之中。 后来, 鸾一宝被探处死刑, 而他的儿子 在得知奶奶和妈妈 都是爸爸所杀, 而爸爸要杀的人里 竟然还有自己。 从此之后, 原本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就陷入了深深的自闭, 再也不开口说话了, 还时常从噩梦中惊醒。 这个心理伤害 对孩子来说 也许一辈子都治愈不了, 而于婷的父母 也因为女儿的惨死 而一夜白头。 十的赌徒九个书, 倾家荡产, 不如猪。 这个惨痛的案例 也警告我们, 赌博使人疯狂, 切勿沾染。 第二个案件, 石石岭母女遇害案。 2020年3月的一天, 在湖南省衡阳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的审讯室内, 犯罪嫌疑人刘某阳 大声地争辩着说, 谁让他在我村上小便的, 他这是看不起我, 故意侮辱我。 听到刘某阳这么说, 负责审讯的刑警 一脸的愤慨, 如此荒唐的理由 就是他投毒杀害 刘素母女的动机吗? 这其中是否还另有隐情呢? 在调查刘某阳的 作案动机前, 我们先来回顾这起 骇人听闻的案件。 2020年3月14日, 湖南衡阳春暖花开, 正是踏青的好时间。 生活在城里的郭先生 忙里偷闲, 带着一家七口 前往衡阳郊外的石石岭 爬山踏青。 石石岭上有座铁塔, 是旅游爱好者的必去之地, 不过若想参观铁塔, 就必须沿着台阶 爬到几百米高的山顶。 一行人吭哧吭哧爬到半山腰 一处护坡时, 实在是爬不动了, 于是便停下来休息。 哎, 那边是什么东西? 郭先生的父亲 指着不远处的灌木丛, 一脸疑惑地问道, 看上去是个人。 郭先生吓了一跳, 为了打消家人的恐惧, 连忙走过去查看。 然而极离远的距离, 郭先生越靠近灌木丛, 心里越发慌, 因为他闻到一股难闻的恶臭味, 就像是什么东西腐烂掉了。 等他走过去查看时, 心中更是凉了半截, 这草丛里的东西不是别的, 正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上边已经爬满了蛆虫, 十分害人。 坏了, 快报警。 郭先生强忍着不适, 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很快, 衡阳县公安局的民警 就赶到了案发现场, 并对现场进行了封锁。 在接下来的勘察中, 警方在更深的草丛里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衡阳警方很快就得出了初步结论, 两名死者均为女性, 被发现的第一具尸体, 为成年女性, 身高不到一米六, 另一名死者身高约一米四, 明显是一名未成年女性。 经过对现场的勘察后, 警方并没有发现 明显至两名被害人死亡的原因, 但那名女孩头部骨折, 有外力击打的痕迹。 既然是一起凶杀案, 就必须要先确认死者的身份, 于是衡阳警方派一队人运送尸体下山, 接受法医检验, 另一队人则留在石石岭, 勘察山区的地形。 警方发现, 石石岭地方偏远, 离最近的居民区也有十多公里, 同时, 上山的道路只有一条, 如果凶手作案后抛尸, 这条路一定是凶手的必经之路。 恰好山下有一座矿场, 开车进山必须经过矿场, 车主都会留下登记的记录。 如此一来, 只要对进出山的车辆进行核查, 就很有可能能够追查到凶手的踪迹。 就在这时, 两名死者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 死亡的成年女性年龄约为35岁, 未成年女性10岁左右, 死亡的时间大约在两个月前。 根据两名死者的年龄判断, 他们很可能是母女关系。 一对母女命丧深山, 这背后隐藏的真相令人不寒而栗。 为了彻查这起案件, 恒阳警方再次兵分两路, 一路前往矿场, 调取监控视频, 排查可疑车辆。 另一路在石石岭附近走访, 同时发布悬赏, 赏金两万元, 希望有情人能够提供被害母女的身份。 然而当警方来到矿场调查时, 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 从一月到三月, 进出矿场的民用车辆多达三百多辆, 若是进行一一的排除, 将花费大量的时间。 与此同时, 另一对进行地毯式排查的民警也遇到了难题。 根据调查, 恒阳县并没有母女诗东的登记和报案, 调查至此, 一时陷入了僵局。 难道说这对母女不是本地人吗? 很快, 恒阳警方的猜想就得到了验证。 附近嘉河县的警方传来了消息, 当地一位名叫胡某林的女子, 1月8日带着年仅11岁的女儿雷某慧外出, 便再也没有回来。 丈夫雷某报警后, 嘉河警方以失踪案进行了办理。 为了确认两名死者的身份, 恒阳警方将雷某请了过来。 尽管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但雷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妻女, 瓦底一声哭了出来, 瘫软在地。 据雷某讲述, 他们一家人生活在嘉河农村, 西夏养育了三个孩子, 平日里家庭和睦, 连吵架都不会发生。 可在1月8日那天, 妻女却无故失踪了。 石宗的母女为何会出现在恒阳县呢? 要知道, 嘉河与石士林所在的关市镇 相距三百公里, 胡某林为什么会带着女儿出现在这里呢? 就在警方感到疑惑的时候, 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商称知道杀害胡某林母女的凶手是谁。 打来电话的人名叫林林, 是胡某林交往多年的闺蜜。 一进公安局大门, 她便声嘶力竭地控诉说, 这件事情肯定是刘某阳干的, 她就住在关市镇。 原来, 在2019年年底, 胡某林把她前同事刘某阳 介绍给了林林, 考虑到自己年龄也不小了, 至今没有对象, 林林便答应了闺蜜的提议, 到广州和刘某阳相亲。 一开始, 两人相处得还不错, 刘某阳吹嘘自己在老家衡阳 有多套房产, 生活富裕。 可当刘某阳从广东回来后, 林林去她家住了半个月的时间, 结果发现根本不像她说的那么回事。 刘某阳的家庭条件不好, 满嘴刨货车, 人还吊郎当的, 根本不是理想的对象。 于是, 林林找到闺蜜胡某林诉苦, 称要结束这段恋情, 和刘某阳不再来往。 但胡某林坚持认为 刘某阳人品过关, 劝闺蜜不要轻易放弃这段感情。 为了求证闺蜜的说法, 化解两人的矛盾, 她决定亲自跑一趟关事镇, 结果这一去, 胡某林就失踪了。 得知闺蜜失踪后, 林林立马给刘某阳打去电话, 质问她胡某林是不是在她那里。 没成想刘某阳一口否认了此事, 回答说, 她根本没来过我这儿, 我也不知道她的哪儿了。 起初林林还不在意, 认为刘某阳这人虽然不着调, 但也不敢干出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 然而, 当胡某林母女的死讯传出来时, 她顿时预感到事情不妙, 发现母女二人的地方是石石岭, 不就在男友老家关市镇吗? 林林认为, 胡某林母女的死 跟刘某阳脱不开关系。 警方深入调查后, 也发现了刘某阳有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掌握林林的证词后, 对嫌疑人刘某阳的身份和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 刘某阳, 十年三十岁, 常年在外打工, 于2019年底, 返回老家衡阳, 至今没有外出过。 通过走访刘某阳的朋友和邻居, 警方发现, 此人平时就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 三天打鱼, 两天晒亡, 而且体积不好, 经常跟邻居们发生摩擦。 让警方感到疑惑的是, 刘某阳已经结婚, 还养育着两个孩子。 明明是已婚的男人, 为什么还跟未婚女性纠缠不清呢? 警方并没有根据这个情况追查下去, 因为他们发现了更为关键的线索。 据一位邻居表示, 1月8日那天, 他看到刘某阳开着面包车, 带着一大一小两名女性回了小区。 邻居还听到, 刘某阳跟那名中年妇女, 不知是什么原因吵了起来。 到1月10日, 这名中年妇女和女孩便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边的民警正在忙碌的时候, 在矿区调取监控视频的民警也传来了好消息。 他们发现, 在1月10日凌晨5点左右, 刘某阳的面包车曾经过矿场, 驶入了实施令。 不过在来往车辆登记中, 刘某阳只填写了驶入记录, 并没有告知自己是何时离开的。 在种种证据面前, 警方认定刘某阳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是他为什么会对无辜的母女下手呢? 甚至连11岁的孩子都不放过。 警方没有丝毫迟疑, 立刻传唤刘某阳协助调查。 一开始, 刘某阳还死鸭子嘴硬, 拒不承认自己就是凶手。 然而,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刘某阳无可抵赖, 道出了整个作案的经过。 可当被问到作案动机时, 刘某阳却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他愤慨地说, 他们在自己的车上大小便, 是故意侮辱自己。 刘某阳供述, 自己和被海人胡某林 相识于2018年, 两人在东莞的一家照明厂上班, 胡某林是他的上司。 提起胡某林, 刘某阳就是一肚子的憋屈。 按照他的说法是, 这个女人并不好相处, 说话都是命令的语气。 可不知因为什么, 2019年, 刘某阳离职, 两人还保持着来往。 刘某阳的妻子是二婚, 跟他结婚时带着两个孩子, 而且都是抛妇产, 不能再生育了。 两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刘某阳的心中有气, 经常跟妻子发生争仇。 后来,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想私下找个对象, 让对象再给他生个孩子。 胡某林不知道刘某阳具体的家庭情况, 稀里糊涂地就把闺蜜 推进了火坑。 直到闺蜜林林前来诉苦, 他才发现了事情不寻常, 于是在1月8日那天, 带着11岁的女儿 从嘉河县出发 到衡阳县关市镇, 一探究竟。 等他来到刘某阳家一看, 果然是非常简陋, 连一套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胡某林认为自己被骗, 还害了闺蜜, 于是就跟刘某阳大吵了一架。 这一架一直吵到了1月8日深夜, 胡某林因为太晚回不去家, 只能带着女儿 在刘某阳的家中留宿。 可他又嫌刘某阳的家里 实在是太乱, 连睡觉都不愿意, 于是便跟女儿 留宿在他的面包车上。 可当刘某阳第二天起来时, 却在自己的车上 发现了小便的痕迹。 他气不打一出来, 质问胡某林, 却被对方告知, 自己晚上没地方上厕所, 只好尿在了车里。 这下子, 刘某阳被彻底激怒了, 想到胡某林以前 经常刁难于他, 然后又跑到老家 心事问罪, 如今更是直接在他的车上小便。 他认为, 胡某林是在故意侮辱他, 于是便动了 杀害母女二人的念头。 为了执行自己的计划, 刘某阳先是稳住胡某林, 邀请他们母女 1月10日一起去石石岭看日出, 然后他又从市场上 买来剧毒的笛笛味, 企图堵死这母女二人。 1月10日凌晨, 刘某阳开着面包车, 载着母女俩向石石岭驶去。 当汽车行驶到半山腰时, 他递给母女二人 两瓶掺有滴滴味的饮料, 并哄骗他们喝下。 胡某林喝下后, 当场重不身亡, 刘某阳担心小女孩没死, 又用车载消防锤 狠狠地敲进了对方的头部。 看两人没有动静后, 刘某阳抛尸于半山腰的杂草丛中, 肥后驾车扬长而去。 丧心病狂的他, 仿佛没事人一样, 在作案的第二天, 还跟朋友们一起庆祝了 他三十岁的生日。 案件至此, 真相大白。 刘某阳自然逃不过法律的审判, 于2020年10月 被法院判处死刑。 不过, 案件仍有几个疑点。 比如明明两人撕破脸, 为何胡某林仍然会选择 在刘某阳处留宿呢? 而且滴滴味气味强烈, 难道母女二人总没能发现吗? 唯一的解释就是, 胡某林对刘某阳很放心, 这种放心超过了普通朋友、 同事的关系。 看来, 两人的关系也不一般。